为了让孩子了解淡水的渔业文化 还要如何用在地食材做出可口的意大利面 今天上午在淡水国小的美术班教室 可以说是传出正正意大利料理的香味 徐教授就这样子的课程学习 让孩子了解这些食材是从何而来 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参与历程 也是食安教育的一环 更也让孩子从料理中学习 对食物原本形态有更多的了解 为了要让孩子了解淡水的渔业文化 还有如何利用身边的在地食材 做出可口的意大利面 今天上午在淡水国小的美术班教室 可是传出正正意大利料理的香味 这里不是学校厨房 而是学生与家长老师 正在煮出一道道的意大利面料理 学校说这一次与淡水渔会合作 提供文革食材 接着由杰出校友王一婷分享 认识什么是好的橄榄油 再来就进到小朋友最爱的烹饪时间 所以我们让孩子认识淡水在地的文化 然后由渔会提供文革 然后我们自己种的青酱的材料 就是九层塔跟螺热 让孩子亲手栽种 然后亲手清洗 然后结合了我们第一届的毕业的学姐 她拿了奖学金到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去学做葡萄酒跟橄榄油 那她带回了一个很好的品牌 那我们结合这样子的三个样好食材 把它做成青酱蛤蜊意大利面 这一次的食农教育课程 最主要就是要做出一道一道的青酱蛤蜊意大利面 除了蛤蜊由淡水渔会提供之外 也是淡水早期的渔产之一 而青酱的部分则是使用了淡水国小美术班教师外头 所种植的香草罗勒与九层塔 用果汁鸡搭配上橄榄油 让孩子认识料理是如何用食材搭配而成 文革还有罗勒跟橄榄油 那你觉得今天这样做好不好 好玩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一起体验这种感觉很好 文革 有三种帮我讲一下 文革 罗勒 橄榄油 还有青酸 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玩 很好玩 我们让孩子要知道说 这些食物是从何而来 所以从产地到餐桌 我们希望让孩子了解到真正食物的形态是什么 然后亲自参与这样的历程 那我们也很感谢众多的妈妈们 一起同心协力来完成这样子的课程 除了一开始的课程介绍 最后在学生家长的参与帮助之下 由妈妈们经手烹煮的部分 再由学生将香草叶从采集变成食材 学校说藉由这样子的课程学习 让孩子了解这些食物是从何而来 从产地到餐桌 体验参与的历程 也是食安教育的一环 更让孩子从料理中学习 对食物的原本形态有更多的了解 那记者许多安音 大学三文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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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